超强颱風蘇拉前天打到來香港 令天文台一度發出10號颶風訊號 雖然她只是來了短短兩天 但都破壞力驚人 多區都有嵌樹報告 而最特別就是今年特別多太陽能板被吹落街 住在將軍澳一個屋苑的曠小姐就不幸運了 家裡因為10號風球而飛來橫禍 9點零10點鐘剛剛掛10號風球的時候 我們原本整家人在那廳看電視 突然聽到一聲很大聲 我們就以為是嵌樹 接著就進房間看一看 接著就發現房間的玻璃窗就掉了 有一條鐵箱就掉到我床的位置 很突然 而且我不敢想像 如果當時我在房間裡的話 這條鐵箱應該是會插向我的方向 到第二天天亮 接著看出窗外 就看到整組的太陽能的裝置就掉了 我們馬上去看 然後看到其中的太陽能裝置附近的殘骸裡面 第一次正正和我們射進我們房間裡的角子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很質疑為何太陽能板 更容易可以掉下來 而且掉下來不止一組 是應該有幾組的太陽能板 在屋苑都是掉下來的 因為我們那天早上 已經看到有輛貨車 應該是太陽能公司派人過來的 就收回那些掉下的太陽能板的殘骸 那裡差不多有半車那麼多 而住在土瓜灣的陳先生 都同樣遭受無妄之災 大約晚上八點 我在聽到的 看手機 突然聽到一聲巨響 我還跟老婆說 是否上面有甚麼事倒下 誰知道我打開一點窗 看一看就是 原來露台有兩塊大石頭跌了 再去看一看我房間的窗 很大風聲 咦 我搶房間的玻璃都爆了 只可以睡廳 因為你都擔心 還會繼續有東西掉下來 我睡廳都有擔心的 其實因為那塊石頭 摘了一堂梯 射一射力才沒有撞入路頭的玻璃 補償那些或怎樣弄 我相信一定是管理公司負責的 但我最擔心都是後續的安全問題 下一次呢 甚麼時候會否再發生 再跌下來呢 最擔心這件事 現在擔心天台 都不知道還有沒有 存在的太陽能板 吹下來了 還有少許在那裡 那些還穩不穩固呢 會否再跌下來 不要只是弄到我 會否弄到其他圖人呢 陳先生就認為 飛入屋的石頭 是用來穩固天台的太陽能板 而策糧師就指 這些情況 有機會是因為安裝的時候 沒有跟足程序 按太陽能板 是要頂到十字符 我現在說的十號台風的風力 所以如果你做得好的設計 安裝得宜 跟足的要求 理論上是穩固的 所以我現在就有點擔憂 是甚麼呢 可能有局部 有部分的太陽能板的安裝 是沒有跟這個標準去做 或者手工做得不好 譬如有一個很大的石屎椅 在上面再做一個厚一點的 大型一點的石屎的基礎 其實有一個重量 其實可以抗衡到風的 所謂的上距的力 和橫向的吹的力 就這樣看 可以讓我們來看